關心國內棒球的消息 兩位準中職球員陳俊秀和羅家仁 今天是現身爆米花夏季棒球聯盟第二階段的賽程 那繼續來調整狀況 維持手感 對 那其中呢 陳俊秀透露自己 已經開始練習外野手背了 據羅家仁則是在投球的方面有所修正 儘管天后不佳 火球人羅家仁 還是積極的照表操客 回台灣不到一個月 包括天氣 動作控球等等 火球人都還在適應當中 而他也透過爆米花夏季棒球聯盟 不斷地進行修正 據外來進中華之棒會被如何定位 火球人一點也不擔心 因為那個曲球 我覺得在台灣投 結果效果沒有錯 所以然後我又挪回以前的方式 效果OK啊 其實我覺得哪個位置對我來講的話 都沒差 先把如果狀況的話叫我下去投也OK啊 這球撈起來 打到的是在左外野方向的一個飛球 左外野手 後退 火球人的好麻吉陳俊秀是爆米花第一階段的拳雷打王 恐怖的打擊實力讓他榮登今年終止的選秀狀元 只不過現在卻傳出未來東家Lamigo 有意讓他從內野以防外野的消息 幸好陳俊秀在美國也曾有外野經驗 所以他認為問題不大 真的如果進到這個球隊 那就是聽從教練拿 教練怎麼安排我就 就怎麼去比賽 對啊 在這邊練習還是在練練習 內外野的時候都會稍微去練一下 兩位準中職球員都表示 自己只專注在球場上的表現 至於合約的部分 全權交給經紀人處理 最快要等到下周 才可能有進一步的進展 日間TV 許嬌榮 李阿淳 台北報導